9月11日消息 国庭迎来一大喜讯 国庭奥运冠军李小霞 在个人社交平台感谢网友的祝福 夏韵都招亲闯当妈妈 国庭四位退役的大魔王全部结婚生子 真是可喜可贺 2018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 李小霞现身与人师李笋一起观战 本次比赛 李小霞最关注的是山东女队 当年她正式在山东队训练成长 之后进入国家队 并最终成为奥运冠军 本次全景赛 在山东队训练时 李小霞多次现身与队员们交流 山东队世界冠军陈茂 多次向师姐李小霞请教 李小霞将她自己的比赛经验传授给师妹们 这一幕堪称国庭传承 山东队在本次全景赛表现出色 他们闯入了最后的决赛 虽然没有夺得冠军 但他们在决赛中达满舞台 最终收获亚军 李小霞在比赛现场 挺着大肚子的照片被曝光后 引起网友热议 大家都祝福大魔王李小霞 看到大家都知道自己怀孕的消息 李小霞抵挡不了球迷的热情 终于在社交平台公开运度照 并感谢大家的祝福 李小霞表示 还是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谢谢大家的祝福 李小霞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自己离遇产息仅剩40多天 并笑称天天溜达又助顺产 随着李小霞即将产死 国庭五代大魔王 已有四位结婚生子 真是国庭大喜事 第一代大魔王邓亚平 2003年 邓亚平与同事平 糖球运动员的林志刚结婚 他们的孩子林涵明今年已经12岁 第二代大魔王王南 王南女生人郭冰 2008年结婚 如今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儿子八岁 女儿两岁 第三代大魔王张怡宁 张怡宁在2009年 与伤身时未结婚 目前两人有一个六岁女儿 第四代大魔王李小霞 李小霞与梁宁对教练第一名 在2017年结婚 如今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当然 我们还有第五代大魔王丁宁 不过28岁的丁宁至今单身 目前他仍是国庭一姐 暂时没有退役的打算 针 マ 练